大家好 为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 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这个习包子真的是彻底沦为一个小话 上两天我们就报道了 习包子亲自跪舔菲律宾 哎呀 没人跟他玩了 跟菲律宾攀亲戚 我是你的亲戚 菲律宾说别别别 你今天是亲戚 明天你是不是还要武统我 是不是 你要干我找你当爹的 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所以热着脸贴冷屁股 连菲律宾都要舔都要跪 那这个习包子真的就是没谁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个菲律宾好歹是个正常一点的国家 在国际上也是喊得出名字的 好山好水 四面环海 有这个渔业的资源 还是这个资源资源还比较丰富的 在国际上还是比较开放的 但是今天没想到我一打开手机 就看到习包包肉枣水碗 你知道吧 菲律宾就算了 没想到今天一打开 我们来看看新闻 1月6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包包在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土库曼斯坦总统 谢尔达尔别尔德木哈梅多夫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也将中土关系 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哎呦 这个土库曼斯坦那就是港港有名 在国际上可以讲一方面也是比较神秘 因为他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土库曼斯坦那比北朝鲜还不如 真的 北朝鲜好歹两面环 这个临海 然后这个纬度 三海资源 绿色的覆盖率 还是比较适合人类生存的 而且你看人口 北朝鲜哪有2000多万人口 不知道真的假的 有没有水分 他在先军政治 这个军队听说有200多万 在这个土库曼斯坦 也是这一片黑暗了 反正这个纯黑洞 比中国还黑 就是说他这个人口 据说对吧 600多万 国土面积蛮大 而且困在中亚的内陆里面 大家跟你们发生什么 没人知道 就出了名的是一个与世隔绝的 这么个玩意儿 这个习宝宝 现在你看他都找谁玩 一出来 什么所谓方官新年 躺平之后 一个古巴 找了个古巴的玩意儿 然后飞律 找了没找到人了 实在 在这个菲律宾 凑合过去了 现在要土库曼斯坦 这个是 你这真的是看出来了 但一个是他极度孤立 另外一方面 我们就先是介绍一下 这土库曼斯坦 再看看细胞子对于土库曼斯坦 他是怎样一个评价 大家有理念相同 这么个理念相同的土库曼斯坦 是什么理念 我们在看 因为给大家科普一下 毕竟这个国家一个穷的调杂 在国际上没人认识他 你说出来在哪 这个国家在哪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要科普科普 那么这个也增加了个知识心 给大家科普 土库曼斯坦这个总统 现在这个总统 是他爹传给他的 你看习宝宝 很喜欢 我就要这个味道 他爹也叫比尔德木哈密陆夫 名字这个信是一样的 就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就议会说 我年事已高 从这个总统上面退下来 把这个国家领导人交给年轻人 然后这个土库曼斯坦 中央委员会 就会宣布三月四 今年年初的时候 举行总统大选 土库曼斯坦 民主党 接下来宣布提名希尔达尔 就是现在来访中国这一位 比尔德木哈梅多夫 作为总统候选员 现在现在就得了吗 就出访了吗 就是他儿子 这个爹传给儿子 哎呦 所以这个包包怎么办呢 到时候打破贯帖 中国就搞个 女皇帝 这可不可以 也可以 牛逼 如果这看着看着中国有这么一天的话 那真的是 还可以 真的可以 今年40岁 这个看上去 那比细胞指示 笔挺笔挺多了 这个 金瘦金瘦的 这个看上去像个好莱坞演员 所以这个看的照片 这个细胞指示被比下去了 不行了 细胞胖胖种种的 真的放在铜框呢 确实有点比下去了 这个是土库曼 这个前总统唯一儿子 就去年被他爹升为副总理 成为土库曼斯坦第二号人物 总理一职 兼任总统 都都行 你爱怎么玩 你高兴就行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 土库曼斯坦完成 基础教育之后 人家好歹 你看 包括现在的三胖 有瑞士留学的经历 还有在俄罗斯短暂留学 所以人家还是留洋 你还别说 这个包包还真的是被比下去了 这个朝鲜 与朝鲜类似 土库曼斯坦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 连俄罗斯人都看不下去了 俄罗斯人说 土库曼斯坦与世隔绝 主要经济被总统家族控制 是个比尔德木的哈梅都夫 拥有五个兄弟姐妹 几十个指使 身居要职 所以习宝宝还有一段路要走 还要继续努力 把那些亲戚朋友不要从习家军了 太不够味道了 要搞就搞静点 搞静点 干脆把亲戚朋友拉进去 这个2009年12月人家是2009年 中国还是 你看土库曼斯坦也安全为由 封闭了YouTube 还有推特等网站 你看09年才封的呢 看来这个还是中国最可怜 土库曼斯坦前总统 你看就他爹 现在来访的他爹 又是不知道 某权散位来的 之前还有一个 这么也奇葩的不得了的 就尼亚卓夫 这个爷的独裁者 所以土库曼斯坦 这片土壤 你就看出来 他就生产独裁者的土壤 文化水平特别低 尼亚卓夫当总统的时候 直接就取交外国所有图书馆和文篇 你在外面流洋回国 全部不承认的 中国现在也在搞了 流洋回来全部不承认 拒绝外国一切知识 然后你图书馆里面没有 所以整个国家 现在就全部是文盲 文盲国家 全是以前是尼亚卓夫的雕像 整个国家到处都是 人家问他 你会不会不好意思 到处都是你自己的照片 他说没办法 博业是不好意思 但是人民群众太爱我了 对吧 全的整个国家到处见了我的雕像 哈哈 所以他去了之后 谋求三位之后 所以独裁国家就是这样了 然后又是来了一个独裁者 反正之前是总统抽烟得了病 然后就说全国上下都不要抽烟 你看这个跟以前毛泽东有点类似 说干就干 全国疑虑不给刘长豆腐不给乡筋 在吃饭之前要做要默默练咒语 助总统身体健康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你就看了我们科普 这个丰富的节目 这个科普丸 然后你再看这个席包子 就哎呀 我们这个中途柔宜 那简直是没谁了 现在我就瞧不上 普京 现在这些我玩腻呢 我们现在走土库万斯坦博士 你看中途两国理念相通 目标相似 利益相连 我们携手努力 互补肉势 合作潜力 实现共同发展 中方愿跟土方一道 持续深化全方位合作 推动中土民进共同体 现在什么普丁丁不行了 玩腻了 习包包说 我们要搞搞大脸 你看我们是非常健康的 我们互不干涉 你看你有你独裁 我有我独裁 两国非常安全 我们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也不知道哪三股 反正就反动势力 保证我们江山 红色江山万年永不倒 你儿子传给这个 你爷子传给儿子 儿子传给孙子 一代代传 我这边也是红色江山万年永不倒 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 命运共同体也看出来了 所以开展人文合作 深化人民感情 扩大能源 比如采购点能源 都是这些 所以有的小粉红五毛说 什么中国资源丰富 有矿 凡事 其实国际上 你看到他们所谓声称有矿的国家 那都是穷的吊渣的国家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的 你看什么委内瑞拉 那个全部你说所谓有矿的国家 全是穷的吊渣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他穷的只剩这个东西了 你比如你说土库曼斯坦有天然气 他只有天然气了 他其他啥也没有 是吧 你所谓的 你只看到他有地方 你没有地方 你没看到 他也没有海洋资源 也没有什么 这个也没有海岸线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水资源 整个国家水都紧缺 是吧 你没看到他缺的地方 比如是他萨达阿拉伯 对吧 你看细胞包现在全是跟着先玩 你比如日本 说日本没资源 其实你就看到他没有东西 好像他也没开产 有他也没开产 但实际上他有其他资源 你还只是没看到 不然为什么养这么大的国家 他比如有京都 京都有文化资源 人家可能也高端的东西 对吧 有很多旅游资源 有很多寺庙 那也是个资源 你怎么评估什么叫资源 科技资源 技术资源 这些都资源 以色列啥没有 但是你说 你怎么评估资源这个东西 只是你评估这个国家综合实力而已 比如水资源 那么水就非常丰富 你比如日本 菲律宾水相当也估计也相当也差不多 都是岛国 什么什么林业资源 木材资源 这都是相当丰富 还有教育资源 所以就只是你怎么横向紧张 不能讲 你比如你土库曼斯坦 你没有绿色资源 你没有水 你放在一起比 仅此而已 其实他的独裁一般都是比较穷的 他只是油油 他只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说起经济 就这么扯两句 就买买天然气 然后中国去建建两个房子 说说搞两个中心 一带一路就搞起来了 然后跟给也是给领导贴贴金 搞了中土互办文化 也没文化 这这么个国家也没文化 压根那么国家现在就是纯黑洞 纯文盲国家 整个国家啥没有 所以 就这个但是他很喜欢 反正在天安门放21响礼炮 我说现在是习包包的礼炮 非常不值钱 这个菲律宾放个放21响礼炮 现在土库曼斯坦也21响礼炮 那么就我们总结一下吧 一个你就看看 这习包包现在在国际上 他也极其孤立 在孤立里面 他现在就找出一条路 他说我全跟独裁者合作 你看什么沙特阿拉伯 都不得了 因为全是学统继承的 全玩这种玩意 他都喜欢 你也看到他这种理念 他就是玩的这种血统继承 对吧 他相当封闭 我们也是会看出来中国未来走的这条路 他大概是个什么路径 招来 除了菲律宾相对正常 对我说潘金记以外 也没有评估 我没有评估最新的菲律宾的情况 但菲律宾相对因为它是个海洋国家 它相对会会外向一点点 比如越南 它相对会外向 因为它有海有海岸线 那 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沙特阿拉伯 什么土库曼斯坦 什么古巴最新的这个玩意 都是极品当中的极品 凑在一起 全部极品凑在一起 就一堆极品 什么白俄罗斯 现在现在俄罗斯 所以才你看到 是要搞什么命运共同体 就看出来真的是相当邪恶 国际上也是要认清形势 对于中国 那怎么认清它 但是它有手段 比如说现在它躺偏开放要骚扰里面 所以这就一种手段 善于斗争 这大概是最新的一个情况 就是观察中国的外交情况 一方面也觉得搞笑 另外一方面 我们就看出来它邪恶地方 除了外交最新情况以外 我们也是说说 昨天晚上美股 也说搭配一下 搭配一下 美股昨天晚上是大涨 人家大涨 结果中国不行 中国不行了 美国人家在历史高位 高位震荡 没得比 你这十几年你在三千年 人家你看看人家到穷实指数 人家是高位震荡 你拉长了看 人家在这里调整 到时候再创历史新高 美股人家都不知道涨到哪里去了 知道吧 所以没得比 真正的八斤没得比 所以2023年 今天我们吹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再次当起的价格屠夫 1月6号国产特斯拉全息降价 特斯拉就会也是反弹 特斯拉可能这一波做空就差不多了 做空力量释放人家健康的股市 该跌跌 跌了之后 特斯拉我相信它会找到方向 国产特斯拉全息降价 最高降幅4.8万元 售价22.99万元 Model Y起售价25.99万元 创下历史新低 这为什么这么低呢 其实这一直在降价 这特斯拉是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三个月 每个月降一次价 所以也有看出来 这1月份 其实特斯拉是连续4个月 就四次降价 10月24号 11月8号 12月7号到1月6号 每个月降一次价 不断降价 但是其实还没到一个交付的目标 就为何特斯拉能够持续降价 它一个方面 它确实推了很多工厂 现在落地了之后 成本一直在下降 它就有竞争力了 它降价就有竞争力了 成本就摊下去了 这始终是要降价 才能生存下去 那你不能只卖情怀 你最后要有这个市场的竞争 因为一开始 你感觉是个新鲜东西 有情怀 现在其实电动车路径已经变了 它是一个管理 然后成本的一个竞争 现在卖情怀过时了 这么讲 不新鲜了 所以特斯拉能够持续降价 我认为它是有出路的 这证明它成本控制下去了 然后也是现在竞争相当激烈 中国补贴的退出 很多专家说的也是完全没错 德系车 美系车 日系车都在发展的电动汽车 混动存电的一定程度上 侵蚀了特斯拉市场 然后中国这些什么什么三傻 三傻就靠背景嘛 然后什么华为也进来了 所以一堆人进来 这个竞争肯定是相当激烈的 然后这个特斯拉呢 另外一方面就说到这个中概股 三傻就暴跌了 尤其是完全没有底子的小鹏 小鹏我认为是最快倒下的 未来也差不多吧 然后理想也差不多吧 三个是肯定没戏 肯定没戏 你想想要是靠点背景的话 我估计好歹什么小米 可能什么华为 他们可能被靠点官方的背景 他或许能活下去 但是这些纯市场的 尤其是小鹏啊 没有一点一丁点背景 相信是会最快倒下的 所以中国心脏元气车没有进账地 这就完全就淘汰下去了 特斯拉如果特斯拉死了也不行 特斯拉现在也是中国的一个脸面嘛 也可以这么讲 其他中概股表现也不杂的啊 你看这消费力也不行嘛 也是可以印证这个 就是爱奇艺你看跌15% 有时间我们也说说这个中国消费力啊 确实不行 你有很多东西好像可以做 但是你归根到底 你没有内需 没有一个市场支撑的话呢 就你想做没用啊 是不是啊 比如爱奇艺啊 我们可以发展这个网上影院 好歹就搞了几千万没用啊 你一个月搞下来几千万够谁吃呢 所以跌15%爱奇艺 你看这些全线全线暴跌 中概股啊 中概股这个什么富途 你看也也继续跌啊 京东啊 bdbd的微博腾讯呢 微品会啊什么网易都小跌嘛 就呃现在也就这样了啊 所以这一波反弹啊 中国的反弹我估计差不多 我估计差不多了啊 因为后面呃也就这样偶尔反弹一下 我们一直也也是这么跟进市场的 偶尔反弹反弹啊 就把打打鸡血 呃打打完鸡血之后发现又又没什么看头 没什么看头 又又往回跌啊 一直就就三千点挣扎嘛 大概大概就这么个市场啊 市场就这么个市场 然后外面很多很多东西竞争啊 呃 然后习包子嘛 不要对他寄予带太大的期望啊 对他什么能够改革开放啊 或者说他能够纠错 他的这个外交公式 你从从这个这里 我们就为什么花了十十几分钟来来说这个问题 就你要看出来他现在这个路径呢 他是骚扰西方 他不是在搞搞开放啊 骚扰完啊 他他那种路径他跟谁玩啊 什么谁跟他玩 谁不跟他玩 也是会看得很明显 他跟谁搞命运共同体 跟谁同生同气啊 这个这个我们 呃 可可以去思考啊 那今天大概先说这么多啊 觉得5点是点赞 订阅分享 拜拜